各位鄉親,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南投縣議會秘書長陳國中,非常歡迎各位收看民意頻道民意論壇這個節目,我想這一集要跟大家來探討是我們看到報章雜誌,還有很多在網路上看到了,一個叫做何灣山星空公園開放,那我想星空公園可能很多人沒有聽過這個名詞,也不瞭解到底是什麼,但是在我們台灣, 竟然在何灣山上面呢,能夠申請到這樣的一個星空公園,真的是不容易,我們都知道要看星空最怕的是什麼,光害,那事實上在台灣也是人口蠻多,而且很多的光害裡面會造成看不到星星,或者星空的一個千變萬化,那我們看到了這樣子申請到有這樣子一個認證之後呢, 我相信未來會聚集更多人才,但是我們看了以後,到底這樣的一個星空公園的開放,對我們南投縣的觀光,到底能夠帶來多少的注意,帶來多少的財富,帶來多少的觀光人口, 實際上我們自己親身看過,在高山上看星星,是非常非常棒的一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什麼星座,我們可以看什麼星座,我們以前常常講說,要追女朋友,最好帶去山上看什麼星座,然後親才跟他講一講,就用到女朋友,那事實上今天我們看到,星空公園不是這樣子,是要我們真正去瞭解,到底星空裡面有哪些東西,那沒有光害的情況之下才能看得到,但是我們何灣山,竟然申請到這樣的一個,星空公園的認證, 是非常不容易,所以,這樣的公園認證之後,我們怎麼樣去宣傳,怎麼樣讓遊客來的時候,帶來更多更多的經濟,帶來更多更多的財富,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來探討這樣的主題,探討這個主題之前,先請各位觀眾朋友,看一段新聞影片。 他在和客人們合作下,於今年8月通過國際暗空協會認證為,和歡山國際暗空公園,是亞洲第三座,也是台灣第一座暗空公園,先議員葉仁創,也期許藉此能夠吸引更多人潮,前來南投,讓南投的美景,能讓更多人看見。 暗空公園的一個設立 我覺得這個非常非常的有意義 除了來讓地區的民眾了解一個所謂的觀光 所謂的環保所謂的一個光害的問題之外 那麼也能促進地方產業觀光的發展 這個都非常非常難能可貴 那麼在這邊當然也是呼籲 除了我們南投縣的縣民之外 那麼其他的外縣市的鄉親 甚至國際上的遊客 也都能來河灣山來觀看我們的銀河 觀賞我們的星空 來讓世界讓其他的國際觀光客知道 台灣的美麗在哪裡 河灣山暗空公園的成立 縣議員林芳宇也預計會成為縣內觀光星亮點 但如何減少光害保障觀星品質 林議員也期許在地方各界及公部門共同努力下 能夠規劃出完善的配套措施 期許河灣山暗空公園 能為縣內觀光的發展更添一分助力 也希望說這一個亮點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尤其是需要大家的配合 大家都知道要欣賞漂亮的暗空 漂亮的星星是光害對他們來講 是最大的一個危害 也希望說我們這些附近的居民 對於我們路燈車燈的這一個管控跟管理 能夠互相的來配合 營造出一個更適合全世界都能夠追星的一個地方 成為地方的一個觀光亮點 有待於大家的一起努力 我們一起來追星 在各界努力下 河灣山暗空公園得以成立 縣議員葉仁創林芳宇 也期許藉此能為縣內帶來觀光人潮 連帶促進地方各項產業的發展 記者魯宇凱綜合採訪報導 從剛才的新聞影片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河灣山在海拔三千公尺以上 一連四季的風景都不一樣 還有一個整個大氣的條件也不一樣 所以很多觀星族還沒有申請到這個星空公園的時候 就很多人到山上去看星星 觀星 這個部分是我們常常看到 那非常不容易能夠在這個時間裡 申請到這樣一個星空公園 那我想在探討這個主題之前 先來介紹我們邀請到的四位貴賓 首先第一位是我們蒲黎國姓仁愛 選出來的議員葉仁創葉議員 歡迎你 各位觀眾大家好 現場來賓大家好 是 謝謝葉議員 葉仁是首任的議員 所以他對地方的事物也長期的在關心 那我們在跟他聊到這個星空公園的時候 他是非常有興趣的 他認為說這個可以帶來更多的財富 讓民眾經濟能夠改變改善得更好 那等一下聽聽我們葉議的看法 接著我們要介紹 也是蒲黎國姓仁愛選出來的議員 我們的林芳宇 林遠歡迎你 主持人很好 大家好 謝謝林遠 林遠平常在問政的時候 對觀光這個區塊就非常重視 尤其在我們大蒲黎地區 有很多的觀光景點 怎麼樣去串聯 怎麼樣都一日遊 兩日遊 我想我們的林遠也提供了非常多的意見 再來介紹的是我們回鍋的觀光處長 王彥宗王處長你前幾天才回鍋 所以非常歡迎你 歡迎你再回來 我想觀光對你來講是一個專業 觀光對你來講你是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這樣的一個星空公園開放 我相信你會有更多的不一樣的看法 謝謝你 主持人好 葉議員林立遠還有魏理市長 各位鄉親大家好 謝謝我們的觀光處長 接下來介紹的是我們清淨觀光協會的理事長 魏正宇 魏理市長歡迎你 主持人好 各位來賓還有觀眾大家好 我想魏理市長在清淨這個區塊 著目的很多也很用心的去經營這個區塊 所以我在想等一下你可能會有更多的看法 星空公園的開放 你應該會有更多的不一樣的觀點 所以等一下來請教你 首先請教一下處長 對整個星空公園整個的一個由來是怎麼來的 那到底岸天協會又是什麼 又是什麼單位啊 那能夠讓我們能夠在這樣的一個認證上面 得到這樣的一個認證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也告訴我們全世界現在大概有多少星空公園 國際岸空聯盟 IDA 它是一個民間的組織 那主要的宗旨是在於保護這個星空還有推廣這個關心的一個活動 它在於星空的一個保護跟關心的這個族群的地位 就類似於米其林的認證在餐廳的地位這樣 是廣受全球所有這個天文米的一個認定 那它是成立在1988年 那目前在全世界已經通過岸空公園認證 包括我們河灣山這個是最新的一個 那總共有75個 那它的會員都採取這個有個人的然後也有團體的 那個人然後團體的每年都還要繳費會 那主要是為了推廣大家對於星空的一個保護 那因為星空事實上它對於生態裡面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像我們這個年紀我們小時候在向下都可以看到銀河 看到滿天的星斗 但是在最近幾十年那因為隨著經濟的發展 那整個關害的嚴重那已經受到很大的影響 像我們鄉下人都知道在路上的壁 這樣採過一定不會生 這個就是關害的一環 這個是關害的一環 所以關害不只是說對動物對植物 事實上對人也是有一定的影響 所以IDA暗空聯盟它主要就是在推廣 這樣大家來共同愛護這個星空 共同來推廣這樣一個關心的活動的一個民間組織 是 謝謝我們處長 但是你可以告訴我們暗空公園 它是到底用什麼去定義 暗空公園的定義它主要就是看這個關害的指數 關害指數它暗空聯盟它有定了一個指數 它有分為經濟 營濟跟銅濟 那在於天倫專領裡面對關害它有一個數值 去把它評估 那是關害如果是在17分 那以上的話它就是屬於銅濟 那如果是在19分的話它就是屬於營濟 那21分就是經濟 那我們也非常感謝協會衛理事長這邊 在五六年來 那在台灣星空守護聯盟專業的協助 那已經做了6年的一個監測的活動 那我們也從監測數字上看到 那我們河灣山的這個區域 從淵洪一直到小洪口 長期這幾年都維持在19分以上 偶爾也會有一年一兩次達到21分 所以我們有經過這樣一個長期的監測的數據 那因此我們跟IDA來申請國際岸空認證的時候 我們速度算是比較快的 所以也經過一年多的時間 這個我們當然要感謝協會 那以及我們這個台灣星空守護聯盟 這幾年來的努力 是 謝謝 感謝處長 首先讓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了解一下 這個星空公園到底是什麼 他全世界大概有多少 也怎麼樣去了解整個星空公園 非常感謝我們處長 接著我想來請教一下葉遠 你住埔里嗎 那埔里離河灣山很近 很近 所以 葉遠 就您的觀念 您認為說 星空公園的開放 對整個來講 您的認知是什麼 首先要跟大家做報告 其實在我去年選舉的時候 我其中一個政策就是 要推動這所謂的 暗空公園 星空公園 這個議題 然後後來呢 我了解到 縣政府在這個區塊 其實早就在鋪陳琢磨 跟在努力當中 那也很高興 在今年 就受到這個 國際暗空組織的一個認定 這個非常難能可貴 所以當我看到這個議題的時候 其實我就覺得非常開心 雖然我沒有幫到什麼忙 也要在這個機會 感謝縣政府 對所謂的觀光首都 真的有在做事情 這個要第一個做論述 那第二個部分呢 剛才我們的王處長 其實也有提到 暗空組織的 好一個成立的時間 跟一個過程 講的非常相近 那我只是做一個補充 就是說我覺得台灣其實 是非常難能可貴 因為大家都知道 台灣的雖然是在 一個小島上面 但是在整個東南利亞的部分 我們的高山 其實是世界上有名 你看一個暗空公園 一個星空公園 在3000多公尺的高山上 我稍微有看一下資料 剛才主長有講到 有75個國家 有申請這個星空公園的部分 那麼台灣非常的厲害 非常的厲害非常的棒 環境非常的好 在亞洲地區 我們是排名第二位 第一就是 韓國的陰陽菌 英國的陰太陽的陽 菌就是那個縣市的菌 那台灣是第二個 雖然還有一個日本 就是在沖繩島的西表 它的那個 十環國家 國立公園 但是因為 補充一下 他這個認定大概 第一就是要資料審查 第二個要現場的 的觀察跟監測 來看你的星空 是不是有達到 國際暗空協會 它的一個標準 那麼因為剛才 處長也有私底下 也有跟我說 他其實我們台灣 是先經過 那個現地的勘察 然後經過長期時間 然後一年還是六年的時間 去做現地的監控 然後符合國際暗空組織的 它的一個標準 所以其實我們台灣 是排名第二位 那麼日本還在我們 還在後面 然後最主要 這個國際暗空組織 這個非營利事業組織的 它的一個宗旨 就在現代社會的 的污染之下 你看雖然我們 副長有提到 包含我們小時候 我想那個魏理市長 應該也是跟我們年紀差不多 在我們小時候 大概就那種 三十幾年前 其實我們看那個星空 都很亮麗 很美麗 那因為光害的加入之後 它其實對我們 星空的 觀看星光的影響有之外 但是最重要的 其實還有影響到我們的健康 是 包含高血壓 包含糖尿病 包含你睡眠不足 這其實都 無形之中 都在影響著我們的健康 那麼它的宗旨在推動 人類未來的健康的生活 然後能減少光害 然後恢復美麗的夜景星空 我想這個也是 它在推動的一個主要的方向 是是 非常感謝夜宴 夜宴非常了解整個區塊 剛剛講到了小時候 我住在山上 我住在新義鄉的山上 過去沒有路燈的時候 星星特別亮 現在有了路燈以後 就是不再那麼清楚了 所以這一點我想光害是非常重要 中一個區塊 那我請教一下林議員 就針對這個星空公園的部分的成立 對整個認證 您有什麼特別的看法嗎 在這裡首先要感謝我們這些民間團體 尤其是我們親近的觀光協會這邊 魏理事長以及這麼多的民宿業者的努力 以及我們台灣的這個 星空守護的這個團體 在這前次作業當中 已經做了相當 觀測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做了相當的努力 所以一直到我知道的時候 然後有這一個暗空公園的認證 說實在我也蠻驚訝的 我們親近這邊 和歡山這邊 真的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地方 尤其大家都知道 所有的景點 大部分都集中在白天 但是晚上如果說 你要有一個亮點的話 除了靠燈光之外 最好的就是星空的這個夜景 可以連結我們白天 一直到晚上的這個夜景 我相信會連成一個觀光帶 尤其是在這之前有經過會刊 也上去過幾次 除了說這一個暗空公園的認證之外 後續我們縣服 我們地方要做要配合的事情 還是相當的多 包括我們的整體的規劃那些 當然如果說這些完善的規劃 能夠做起來的話 我相信對於我們地方的這個觀光的提升 會大大的打開它的能見度 尤其是在我們地方自律 以這麼多的努力 當然在我們和歡山上面 它有3000多公尺的這個高度 在它的地理位置 還是在它的天氣 在它的環境 在一個觀測點上 我相信都是很適合作為一個夜空觀賞的這個點 所以才能夠通過我們這個認證 全世界這麼多個地方 有這麼多的關心點 其實我認為我們親近是一個很適合的一個亮點 我相信透過縣服的這個整體的規劃 包括了我們這些軟硬體的設施 還有最重要的還是觀光 動線 還有停車場 廁所 周邊的景觀 要達到一個國際水準的一個觀光點 我相信我們努力的地方還是很多的 是 其實我想一個 在這個星空公園的一個設立認證之後 我想配套出事還是要很多去做 那事實上我們自己親身體驗到 我們有一次去阿灣大 阿灣大晚上帶我們去夜遊 我們看了星空 然後有個專家告訴我們 那個是什麼雙宇座 那個什麼天蠍座 我們發覺到說 這個天空裡面還是那麼豐富 我們真的有感受到真的是不容易 如果有這樣的一個暗空公園 或者星空公園來講 我真的對 我在想對我們的觀光效益來講 應該是幫助很大 但我要請教一下處長 到底是叫做暗空公園還是星空公園 暗空公園 這叫暗空公園 不是星空公園 我們是直接從這個暗空組織的英文 去把它翻譯過來 這是全球統一的這個一個一個明星 是 是 所以說我們有時候變成星空公園 這個要導正一下 因為我們的英文叫 暗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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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所以我在想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為理事長 其實它一路都是在努力的區塊 所以我在想你很多的心酸 他們要來現堪也要你陪 他要來現堪 可能要提供一些食術這些東西 都要我們協會來做處理 所以從這個一路走來 我相信我們為理事長真的很辛苦 付出很多 所以我想這樣的部分 我想是不是簡單的 為理事長大概告訴我們 就是說他們來的時間大概有多長 來觀察的時間有多長 在這個他們來觀察的時間 有美國的這個IDA組織派過來的觀察員 有兩位 可是他們來的時間是由我們觀測好 我們去申請的 在申請的這個時程之內 他認為我們的基本資料足夠了 他才會派員前往 那直接他們從美國過來的話 在台灣待的時間大概是一個星期左右 那這一個星期左右 他不只到荷環山去實際監測 也到各個業者甚至於是村莊 去看看路燈還有業者的這些 晚上燈具的控管 那你有沒有提出任何的計畫 所以他來看一定是看有沒有光害 對 所以這一點是非常重要 好等一下我們再回來 再聽聽您整個運作上面的心酸 好嗎 好我們休息一下回來 不要離開馬上回來 不要離開馬上回來